我被大姐姐接回家当天 经常官换世家都觉得斗家要完了 毕竟我不遵书审 不敬嫡姐 还大闹父母灵堂 如他们所愿 我要将退婚的未婚夫踩在脚下 我要姐妹齐心 要斗家繁荣兴盛 我还要让天下女子都如男子般 堂堂正正走出去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 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徐家前院的嘈杂声隐约传来 偶有仆从路过 皆是小声议论 哪家的姑娘又来相看了 我这个主母还没死 徐家就急了 近日 我的身子越发虚弱 只能日日躺着 望着窗外的日光 回忆当年 门吱呀一声被打开 琴棋和舒嬅 被我打发去外面看热闹了 不知是谁来了 王姨娘鸟鸟停停地走进来 看到我的模样 吓了一跳 姐姐 你已到这程度了吗 我虚弱地说 你来坐肾 不怕我死在你面前会气吗 我声音极低 但王姨娘听到了 嗨 怕什么 她说着眼睛似有些水光 但我如今眼神不好 也不知是不是看错了 我想对她道生谢 可也就一瞬间 立即就被抽离 眼前一黑 我只来得及看到王姨娘朝我扑来 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再睁眼 琴棋坐在一旁的抗桌旁 坐着针线 舒嬅先帘子进来 手中捧着一篮子野果 琴棋放下针线 小声说 洗过了吗 姑娘最爱吃这野果了 舒嬅点点头 将那一篮野果放到桌上 我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有些迟钝的响起 这是我被大姐姐送到乡下的 那几年里常见的画面 十岁那年 父亲和母亲外出时 遭遇匪徒 双双与命 我是家中年纪最小的女儿 从小被家人捧在手心 性格顽劣 乍失双亲 一时无法接受 在灵堂与叔父 沈娘大吵大闹 不许他们将父母下葬 甚至说出叔父 寄于家中财产的话来 大姐姐来劝我 正好听到这句话 当场打了我一巴掌 我气疯了 闹得越发不像样 直到被婢女强行带走 才算结束 父亲是当朝尚书 来吊艳的人 多是京城达官显贵 我当众闹事 闹得还是父母的灵堂 且不遵叔父 不敬敌姐 名声多少是坏了 大姐姐为了淡化 这件事的影响 将我送到乡下 如今已三年了 算算时间 再有月余 大姐姐就会派人来接我回家 前世我极为厌弃乡村生活 认为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 可年纪大了以后 却发现在乡村的三年 竟是难得的轻松自在 大姐姐来接我之前 我倒是可以尽情享受山乡生活 从前我不常出门走动 如今每日与琴棋 书画出去看老农耕种 与乡民说说话 倒别有一番趣味 露面的次数多了 一些乡民开始给我送东西 邻间的野果 家中自制的咸菜 肉干 还有些虽不值钱 却很有趣的小玩意 我都收下了 琴棋很是灵力 不需我吩咐 就会安排好回礼 大姐姐派来接我的家葡道时 我郑宇来拜会的乡民说话 桌上摆了好些野果 瓜子 肉干 都是我从前看不上的 吴嬷嬷领了一个小丫鬟来拜见我 险些没藏住脸上惊讶的表情 我假装不知 吩咐书画送客 等人走了 吴嬷嬷嬷才行礼 恭敬的说 姑娘 大姑娘派我们来接您回去了 月前大姑娘就写了信来 不知姑娘可曾收到 我才想起来 信是收到了 可还没来得及回信 我就重生了 倒是把这事给忘了 收到了 也是我贪玩 忘记给姐姐回信了 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正好你们刚到 星期一天 我们后日出发如何 吴嬷嬷嬷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我 我笑着说 嬷嬷嬷去歇息吧 晚些时候给你们尝尝这乡间的美食 别有一番滋味呢 吴嬷嬷嬷是大姐姐的亲信 看我如今这般乖巧 还有些惊疑 但也能平静接受了 我很理解她 我小时候调皮任性 长大些又出了那样的事 从未像现在这样温和对待过下人 不过好在 她以后会习惯的 两日后 我们一大早就从西村出发回家 西村离京城并不远 总共一日的路程 出使大姐姐常去看我 但我记恨她 不愿见她 她便渐渐的不去了 大姐姐不去看我了 我却越发记恨她 觉得她心中只有小弟逗逍遥 她是已然放弃我了 却从不去想 每月按时送到的银钱 是大姐姐安排的 常常送去的解禅灵嘴 和新奇物件也是大姐姐安排的 现在想来 真是不该 天擦黑时 终于到了豆腐 大姐姐领着小弟在门口等我 身边还站着大哥哥斗肖琴 和二哥哥斗肖璐 见到我 大姐姐眼眶一红 但将将忍住了 我却没忍住 看到他们的瞬间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想起前世 最后一次见大姐姐时 她那操劳过度 形容哭稿的样子 大姐姐走上前 搂住我的肩膀 也哭了起来 豆逍遥比我还小三岁 却少年老成 只站在旁边劝着 大姐姐 二姐姐 可别哭了 二姐姐回来了是喜事 该笑才是 我抽出手来 捏了捏她的脸 二姐姐给你带了野果 三年未见 豆逍遥并不认生 拉着我的手 往主院走 走 叔父和沈娘在里面等你 等等 我拉着小弟 走到两位哥哥面前见礼 大哥哥 二哥哥 大哥哥有些诧异 但没失态 回礼道 二妹妹一路辛苦 二哥哥却是个活泼的性子 没忍住说 二妹妹变了不少 我笑笑 以前妹妹还小 是不懂事了些 回到堂屋 叔父 沈娘本是坐着 见到我们便有些失态的战起 前世我很看不上他们的坐牌 如今想来 要不是关心得紧 他们大可以稳稳地坐着 前世自己 为实施猪油蒙了心 我认真行礼 为三年前的就是道歉 叔父 沈娘 三年前是心意不懂事 如今知错了 还请二老莫要与我计较 叔父激动得手 都在颤抖 连说 好 好孩子 知错就改 善莫大焉 沈娘也流了些眼泪 连连说我懂事了 家中亲人兄妹俱友善 分明可以和乐一生 前世却因我一人变数 不得圆满 大姐姐为我打扫了房间 但今晚我想和大姐姐一起睡 大姐姐也就依了我 夜间 大姐姐和我说起家里的事 叔父早年学业不佳 好不容易中了举人 靠着父亲顶了一个七品的缺 就再无掌进 至今勘探做到六品观 将来能到五品已是极限 沈娘如今管着家里的钟馈 也是井井有条 大哥哥已是少年举人 只等下回会试下场 挣个近视回来 他前世就是二甲实名 想来这辈子也没大问题 二哥哥无心学习 只考中个秀才 就再不肯专心读书 如今在学堂混日子罢了 倒是小弟求学之心坚定 你是过了县世 成立一个小小的同生 我想着 如今这样挺好的 就还按原来的安排 但你是家中一份子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觉得如何 他是在暗示叔父一家的事 叔父要想往上走 还需从家中拿钱去经营 沈娘又长得钟馈 大姐姐是怕我心中不愿 大姐姐宠我 凡事都想过问我的想法 因叔父是输出 前世我始终看不上叔父一家 认为他们 只想和父亲抢夺财产 即使他们百般是好 我也视而不见 一门心思要将他们一家赶出门去 全然不顾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道理 如果叔父过得不好 我们姐弟三人又有谁来庇护 前世大姐姐问我时 我便要求大姐姐收回管家权 不许叔父一家 占我们一点便宜 叔父既失望 又要避嫌 索性不再管我们的事 大姐姐于经商一道 颇有手段 前世的现在 他也将家中原本的五十亩地 五间铺子 两个庄子 发展成两百亩地 十间铺子 五个庄子 我叫削着 要防着叔父一家 自己却又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一味贪玩 帮不上什么忙 收回管家权后 大姐姐又要管家 又要经商 心血耗损的厉害 二十多岁的年纪就早早没了 走之前都将铺子交给叔父 带为打理 我前往讨要 却被小弟打出门来 后来我为徐灿争风吃醋 为徐家花光嫁壮 将大姐姐当年交给他们 带为打理的商铺 都还给了小弟 我才知道叔父 沈娘带我们姐弟制成 四级过往 深觉自己前世蠢笨如猪 我也觉得很好 只是大姐姐不要太过操劳 钱是赚不完的 大姐姐欣慰地拍拍我的胳膊 姐姐不累 姐姐喜欢经商 大姐姐说的对 她天生就是经商的好手 她的想法 手段层出不穷 总能出其笑 前世要不是被家世拖累 兼致操心我的事 恐怕会成为一代巨妇 你可有想过做些什么 我一愣 大姐姐失职 像姐姐一样 不要因为亏于后宅 就束缚了自己 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 大姐姐才15岁 就已有了这般见识 实在厉害 容我想想 我有些想法 等我想明白了 大姐姐可要帮我 文言 大姐姐大喜 我们心意果然是长进了 我笑笑 问出进门就想问的问题 大姐姐 你和卫大哥是怎么回事 我母亲和卫生的母亲 是手帕娇 是因为我们姐弟三人 和卫大哥从小一起长大 大姐姐更是早早 就和卫大哥定了亲事 二人感情匪浅 父母去世后 卫家也不曾退婚 反而常常关照 可今日我回来 卫大哥并没有出现 大姐姐也不曾提过他 大姐姐脸上伤感的 神情一闪而过 我想和他退婚 我并不意外 为什么 大姐姐和卫大哥的婚事 原本定在去年 但因大姐姐要守校三年 这才担得到现在 可明年校期早就过了 也该谈婚论嫁了 也没什么 就是不喜欢了 前世大姐姐没和我说 在我回家后不久 只身前往卫府退了婚 这次他选择说了出来 大约是退婚的决心 没前世那么大 我坚持 一定有原因的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快睡吧 大姐姐不想说 我就问不出来 我仔细回忆了前世 确实想不起 到底是什么原因 便不再多想 以后多观察就是 我在家中过了几日清闲日子 便跟着大姐姐学习经商 我心中隐约有个想法 需要向大姐姐学习 几日后 沈娘来我这串门 寒暄了半天才说明来意 她想让我跟着她学管家 她这是担心我不满 想把管家全给我 沈娘可是管家累了 怎么会 南姐和你都是迪小姐 中会交给你们是应当的 只是过去南姐一人辛苦 我才接了过来 如今你回来了 是该交到你手中才是 书画提了一壶茶上来 我给沈娘真的茶才说 沈娘折杀侄女了 您是长辈 这种愧在您手中本就应当 侄女刚回来 还得熟悉很多事情 这种愧呀 等我出嫁前再学不迟 这段时间 我表现得亲近书神 听长姐的话 沈娘对我本也亲近了几分 听我这么说 笑容更加放松 还打趣我 小妮子 刚回来 就想着出嫁的事了 嫁人的事在说 侄女还小呢 我依偎在沈娘身旁 挽住她的胳膊说 这中会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 您心疼心疼我 让我晚点学吗 沈娘轻拍我的手 笑得合不拢嘴 叔父沈娘没有女儿 对我和姐姐一向亲厚 依稀记得 小时候沈娘还常抱我 说过我要是她女儿 就好了之类的话 今后要对她们更好些才是 至于嫁人 我想起我和许灿的婚约 这婚约还是得拒了才行 再过段时间就有个机会 我琢磨了几日 护文小弟的夫子提出回乡养老 大姐姐又开始操心给小弟请新夫子 大哥哥的夫子就十分合适 前世这位夫子早先名不见经传 但一声教导出一个状元 十余个近世 到我三十余岁时 这位夫子也很难请到了 前世叔父就是安排小弟跟着他求学 最后高中状元 大姐姐还有些犹豫 大哥哥的夫子我们不了解 这是好办 我们去问大哥哥 大哥哥如今进了书院 还在跟着他做学问 必然是差不了的 大哥哥如今可是举人了 大姐姐被我说服了 预备晚上大哥哥回来 就去问他 晚上我们尚未开口 叔父就把我和大姐姐 叫去提了这件事 竟是和我们想到一处去了 大姐姐惊喜地说 叔父却是和一姐想到一块去了 我们正想着等大哥哥回来 问问那夫子如何 一姐还说能教出大哥哥这样的举人 夫子想来是不错的 是了 是了 夫子虽名声不显 但那是他刻意为之的缘故 若得他教导 姚哥在肯上进 考中进士不在话下 大哥哥在旁测温和地看着我们 也微笑着说 我们一姐是个有见识的 老师带学生极好 又很是博学 错不了 我洋装得意道 那是 妹妹可是在乡下住过几年 有些见识 便是对农事也是有些研究的 你们谁都比不过我 众人哄堂大笑 叔父连连说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只你二哥哥不求上进 二哥哥收起笑容 小声嘟囔 夸人就夸人 还要单摘出我来 二哥哥最不爱读书 前世二哥哥一直没有中进士 大姐姐把家产交给叔父后 二哥哥在一年内 接手了家里所有商铺 等到交给小弟的时候 还多了几间 可见二哥哥也有些经商的天赋 叔叔笑骂他 也罢 知道你无心科举 你大哥和姚哥要考科举 你当位家中做事才是 如此三兄弟齐心 可保斗家三代兴旺 竟是考虑起了将来 我玩笑着说 二哥哥是要和大姐姐一样做生意吗 大姐姐喜道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如果二哥哥愿意 我是巴不得有人来帮我 二哥哥欢喜道 妹妹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做生意多有不便 如果有二哥哥帮忙 明年我豆家产业 当可翻一翻 叔父看着我们 心味道 后背如此 何愁我豆家不心呢 沈娘来喊我们吃饭 看到这样一番其乐融融的场景 诧异道 说什么呢 你叔父这古板性子 竟也笑得这么高兴 叔父笑而不语 小弟便说 我们刚为二哥哥找到一个营盛 说吧凑到我身前 小生问 二姐姐 你前几日送我的野果 可还有剩余 有 我叫叔话给你送去 我懒着他笑得开怀 家人和乐 人生乐事不过如此 二哥哥走马上任后 姐姐安排手下最得力的掌柜教他 掌柜教得尽心 他又肯学 很快就能上手一些事 可以为大姐姐分担了 趁着大姐姐空闲了些 我提出去灵光寺上香 前世就是这个时候 我打听到徐灿要去灵光寺 为了见他一面 我趁大姐姐忙于事务 一人领着仆从去了灵光寺 见到我 他就取出我们的定亲信物说 要和我退亲 我气坏了 冲上去扑打他的表妹 是不退亲 他牢牢地护着自己的表妹 被我推打抓闹 也不为自己辩解一句 最后还是同在 灵光寺的卫生听闻后 赶来拉开了我 事后 我成了蛮不讲理 活该被退亲的落魄女 他却得了一个磊落的名声 事已 即便后来我仍如愿嫁给徐灿 他那时候徐府必有的表妹 也成了他的赵姨娘 可我还是矮了赵姨娘一姐 当时我只以为他 随身带着定亲信物 是对我情根深重 退亲只是受了赵姨娘的挑唆 却没想过 他是故意带着信物等我发作 他才好借此退亲 还不用得个薄情郎的名声 而我之所以知道 他会去灵光寺 也是他故意透露给我的 当真是下作恶心的圈套 可我偏偏就一脚踏进去了 其实在灵光寺的事发生前 徐家就有意无意地暗示了几次 他们想退亲 偏又不愿做那落井下石之人 这次我特意叫上大姐姐 就是想让他渐渐未胜 看清徐灿的嘴脸 好让我顺利退亲 我回家后一直听话懂事 上香也不是什么出格的事 刚一提出 大姐姐就答应了 等了几日 某一日去沈娘那里请安时 在院里听到两个丫鬟在摇耳朵 听说二小姐的未婚夫 后日要去灵光寺 二小姐的未婚夫 哎呀 我忘了你是新来的 咱们二小姐是订了亲的 就是定安侯家的二公子 声音不低 果真是冲着我来的 后日啊 后日我就可以跟徐灿退亲了 真是好的很 我去找大姐姐说后日 就想去灵光寺 大姐姐忍了 我们又结伴去沈娘的院子 说了这事 沈娘自然是支持 还叫她身边的丫鬟 去和大哥哥说一声 让大哥哥那日告假 或者我们去灵光寺 到了那日 大哥哥还带着书 预备在马车上看 我有些过意不去 让琴棋去给大哥哥 送了些灵嘴 我和大姐姐说了一路话 到灵光寺时 时间还早 天清气朗 微风徐来 古叉隐于聪于林间 好一幅岁缓缓的画卷 大哥哥走在我和大姐姐面前 倒不嫌弃我们走得慢 我也不急着去找徐灿 既然他大费周章的将我骗来 那他就一定会来找我 走了片刻 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声 男姐姐 一姐姐 是魏恒的声音 我心中一喜 抬眼看去 果然看到魏恒正和魏胜 一起走来 看到我们都是惊喜 魏胜更是不错眼的 看着大姐姐 前世大姐姐提出退亲 魏家开始时并不同意 魏胜更是找了大姐姐很多次 希望她能改变主意 可大姐姐退亲之意 竟是坚决异常 魏胜屡屡失望后 终是同意了退亲 从此落下心病 终生未娶 大姐姐虽如愿退了亲 却也因此愈结于心 终日愈寡欢 强颜欢笑 可恨我一心惦记自己那点事 根本没发觉大姐姐的异样 后来大姐姐病逝 魏胜曾来调宴 还曾嘱咐我 莫要辜负了大姐姐的苦心 回去便也跟着去了 我收到消息 才知魏胜对大姐姐用情之深 我心中大痛 想去魏府调宴 书话却告诉我 魏府并未通知徐府 从那以后 我和魏家彻底断交 越发孤立无援 思索间 魏胜和魏恒已经走到我们面前 魏胜先见李 文芝 二位妹妹 文芝是大哥哥的先生 给他取的字 我回礼 魏大哥 恒妹妹 我偷偷看了看大姐姐 他端端正正的行李 不去看魏胜 曾经温和大方的大姐姐 绝技不会这么对魏胜的 魏恒和大哥哥 大姐姐打了招呼 便来打去我 你这丫头真没良心 回来也不来看我 递给你的情帖也不接 你是要和我断交啊 我忙说 哪能呢 和谁断交 也不能和你断交 一定找你玩的 魏恒便朝我使了个眼色 要拉着我去玩 好让大姐姐和魏胜有机会说话 我知道姐姐想退婚的想法 哪敢让姐姐单独和魏胜说话 于是退去到 出门前 沈沈305身 不让我离开大姐姐 怕我闯祸 我可不敢跟你走 要是被沈沈知道了 岂不是要罚我 魏恒胡一道 当真 他也听闻了我的荒唐行为 大约以为我在为自家遮掩 我拉住他 压低声音道 当真 过去是我太不懂事了 你可别用老眼光看我 魏恒笑道 那真是太好了 说着把声音压得更低 暖姐姐怎么了 怎么瞧着不太在意我大哥哥 我大哥哥可是真的喜欢暖姐姐 他虽然不说 但我看得出来 他一直想见暖姐姐 我看了看大姐姐 他虽装作无视 但明眼人还是能看得出 他在刻意和魏胜保持距离 魏胜倒是保持着谦和的笑意 只是脸上的落墨藏也藏不住 我大姐姐不想耽误魏大哥 你知道 他现在是丧父长女 也要考虑你家长辈的意思 我不敢说大姐姐想和魏大哥退亲 想给他们留点希望 他想退亲 定然也有不愿拖累魏大哥的意思 我也不算说谎 魏恒微微惊讶 我们家的意思 男姐姐不清楚吗 我娘就快把他当妻女儿了 总之 大姐姐也很伤心的 以我之见 还是要他们之间说开了才行 魏恒点头 是这个理 我趁热打铁 不如这样 你和魏大哥在前面走 和我们拉开点距离 如此我大姐姐也能放松些 我好劝他和魏大哥谈谈 可行 魏恒在魏生面前低声说了句什么 魏生告罪一声 和他走远了些 大姐姐看着他们走远 轻叹一声 我们也走吧 且慢 我还没开口 大哥哥先出声了 你和魏长公出了什么事 大哥哥问话比我直接 他又年长 说话或许比我有用 我乖巧的立在旁边 不敢出声 大姐姐迟一片刻 还是说我想和他退亲 可是魏家给你难堪了 大姐姐盲否认 没有 魏家带我比从前更好 可是忧心出嫁后 我们家无法帮扶魏家 心中有愧 大姐姐长叹一声 是有这层缘由 却并不是主因 我们家是微 二弟弟又未长成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家中生计 我恍然大悟 又想到或许还有一个原因 大姐姐怕伤了书婶的心 并没有说 他不放心我和小弟 大哥哥正色道 为兄无能 让大妹妹如此忧心 你且放宽心 兄虽不才 但自问学问不差 考中进士应事不难 老师跟我说 小弟聪明伶俐 将来学问远在我之上 有我和小弟在官场 二弟照看俗物 我窦家定会兴旺 与魏家也可互为依仗 我试试插话 大哥哥说的对 振兴家族是大家伙的事 不是大姐姐你一人的 我们兄弟姐妹齐心 定会让窦家 比爹娘在世还要兴旺 大姐姐犹豫道 可 大哥哥断然说道 妹妹切勿在说 如果让你为了窦家退亲 那让我们做长辈 做兄弟的如何自处 这样的窦家 又如何能够长久 大姐姐神情有些恍然 我接着说 大姐姐 我们家不是世家大族 不讲世家那些手段 我们不需要放弃谁 如今家里只有几口人 自是家人和乐平安最为重要 且不说窦家 魏家带我们制成 魏大哥苦等你三年 你又如何忍心 若是魏大哥因为退亲 有什么好歹 我们岂不是十分对不住魏家 大姐姐愣愣地看着我们 半晌世然一笑 倒是为我着想了 多谢大哥哥和二妹妹 大哥哥后对视一眼 结实松了一口气 我朝不远处的魏恒 打了个手势 朝他们走去 大哥哥陪着我和魏恒 走在前面 大姐姐配合魏大哥的脚步 落在后面 我看不到后面的情况 有些急 魏恒也小声问我 男姐姐不会还没想清楚吧 我安慰他 不会 我姐姐对魏大哥 你还不知道吗 那倒是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 长辈们又都开明 我家出事前 二人常常往来 虽并未乐举 但我们都看得出 二人间的情谊 话虽如此 我还是不太放心 正想着 怎样不着痕迹地看一眼 对面就走来了 徐灿和她的表妹赵卷 我逮着机会 扭头装作开心的样子 对大姐姐说 大姐姐 你看徐二哥也来了 大姐姐依旧端庄沉稳 但表情隐隐带着羞怯 卫生笑容和煦 一扫先前的忧郁 成了 这我就放心了 徐灿看到我 眼睛一亮 我急忙上前 故意看了赵卷一眼 徐灿将赵卷挡在身后 赵卷顺势障好 得意地瞄着我 斗心意 你想对卷干什么 我懵懂地望着她 徐哥哥 这是哪里话 我为何要对赵姑娘干什么 倒是你和赵姑娘 是否过于亲热了些 徐灿不以为然地说 别胡说 我与表妹清清白白 可是男女受受不亲 也罢 徐哥哥说清白就清白 毕竟你们若是真的不清白 那徐府也太 眼看徐灿要变脸 我要说的话 该懂的人也都懂了 我话语一转 徐哥哥可是来找我的 徐灿拿出我们定亲时 家中互赠的玉佩 自然是来找你的 这欲配你拿回去 我们的亲事就此做爸爸 我装作震惊无比 伤痛无比的样子 软倒在魏恒肩膀上 呜呜痛哭 魏恒心疼地拍着我的背 指着徐灿 烂心肝的徐二 真是脸都不要了 徐灿不屑道 谁不知道斗心意的名声 我也不过是看不上 他品行不端而已 阁下与女子拉扯不清 未经过长辈允许私自退婚 当众羞辱未婚妻 丝毫未将李依连耻放在心上 品行倒是端正的很啊 动某不才 但也非任人宰割之辈 我倒要去徐家问一问 可是欺我斗家无人 不错 我也要与大哥哥同去问问徐家 是如何教导子弟的 难道徐家说亲便如儿戏 即日想结亲了便要结亲 明日不想结亲了 便要背信弃义 真是好的很 是大哥哥和大姐姐的声音 我心中一暖 家人毫无缘由的偏腾 原是如此温暖 被说成全家品行不端 背信弃义 饶视徐灿脸皮厚如城墙 也不敢认下 急忙跨了一步 与赵卷保持距离 又道 谁背信弃义了 谁不知道 斗心意不遵书审 不敬长姐 这话一出 我便笑了 果然 大哥哥立声呵斥道 恕子甚言 心意的书审是我的父亲 母亲 长姐更是在此 他若当真不遵书审 不敬长姐 我二人岂会不知 大哥哥就是最好的证明 叔父与沈娘是他的父母 若我至今还不知悔改 大哥哥又怎会如此为我说话 徐灿色立内忍 急切地说 他十岁时 大姐姐打断他 把高声音 赶问徐二公子如今几岁 徐灿无话可说 若说十岁还是孩子 会调皮不懂事 那十七岁的徐灿 是绝技应该懂得理依廉耻了 戏做到这里 该我出场了 我流着泪 缓缓走到徐灿身边 将他捏在手中的玉佩 一点点拔出来 我小时候确实有些顽劣 但早已懂事 却不知道 徐二公子的教养 不但没和年纪一起增长 还一直以三年前的眼光看我 既如此 成全了你和赵姑娘又如何 这玉佩窦家收回 你我两家的婚约再不作数 徐家的信物 今日便会送到徐府 徐二公子放心便是 端蒂是一副背负心 却又强装坚强的治理女子 徐灿如何也想不到 我会这么好说话 愣在当场 没有反驳 大姐姐欣慰地看着我 大哥哥已然以保护的姿态 走到我前方 卫生一直没有说话 到此时才说 男为新姨妹妹年纪还小 却如此果决 也罢 既不是良配 退便退了 说罢和大哥哥一样 走到我前方 徐二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还请给个痛快话 徐灿猛然反应过来 却又没了先前的决绝 赵俊儿急得走到他身边 暗中扯他的袖子 大姐姐冷哼一声 赵姑娘莫急 我们家自然是看不上 徐二公子这类人 徐灿气得大喊 我哪累人了 我徐灿说一不二 说了退亲便是要退亲 窦心一连玉佩都拿回去了 你们可别想后悔 我扫着周围人的表情 知道成了 这退亲的过错 是真的在给徐家了 我的名声也能挽回些 那娘我才十岁 惊喜对比 只会让世人觉得 我过去年纪小不懂事 如今已然长大了 回府后 我们去书沈的院中 说明了事情经过 书夫气得直拍桌子 徐家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倒要去问问徐长进 是怎么教导子弟的 怎么教出如此无耻的儿子 沈娘怒道 真是厚颜无耻 你们做得对 莫要让人气到头上 这亲退了就退了 心意也莫要执着 徐灿此人不是良配 沈绳放心 我省的 听沈娘这么说 叔父的怒气消了些 转而欣慰地看着我们 孩子们都长大了 若不是你们 徐家退了亲 还要占尽好处 如今我方才觉得 豆家的将来 真的就指望你们了 老爷说得甚是 我们家的孩子 一个比一个机敏伶俐 只是这徐家的信物 须得尽早退回去 以免节外生枝 沈绳 大哥哥说 事不宜迟 这是便交给陆哥去办吧 他那性子京城的人都知道 我们说不得的话 陆哥说得 二哥哥兴奋地搓搓手 接过信物 放心 保管骂的徐家说不出话来 还寻不到咱家的不是 大姐姐不放心 多带些家兵去 二哥哥却脚不生风 已然往前院走了 文言摆摆手 妹妹放心 为凶什么的 徐家早就得了信 只是天色已晚 便决议第二日再来致歉 要回信物 把这亲戚上 虽则徐家长辈也想退亲 但被徐灿这么一闹 这亲要是不成 徐家可就成了千夫所指 门房见了二哥哥 要进去通报 二哥哥却并不进门 指着大门就骂 傍晚时分 行人多往来 这一下便吸引了 大部分人驻足观看 二哥哥先骂徐灿不知理 谁有婚约 却与女子当街拉扯 有失闻人典范 又骂徐灿心有所属想退婚 却处处指责未婚妻 企图将退婚的 错处归于女方 有失世家风范 最后骂徐灿 抓着十岁女童的是不放 全让无视我 已然长大懂事的事实 有失男人气度 我的是世家大族 近人皆知 倒不可藏着掖着 如今摊开来说 倒显得窦家大方不遮掩 反观徐灿行事 又是实打实的不妥 众人心中便有了感称 等徐家长辈收到消息 派世子徐璀出来相请 二哥哥却又彬彬有礼的 送上信物 直言 徐二退婚之意坚决 既结亲不成 为两家关系长远之见 还请世子收回信物 莫要成仇才好 徐璀不敢收 只说 都是那糊涂东西的错 我们已经责罚过他了 还请斗二弟进来说话 二哥哥躬身歉一道 今日莽撞 还请莫怪 时时太过生气 我母亲已然气晕过去 二妹妹也哭泣不止 这信物还请世子收下 说吧 把信物往徐璀手中一塞 便带着家丁扬长而去 听完小丝绘声晦涩的描述 我们都觉得解气 徐灿有错在先 豆家长辈也没有亲自去讨说法 退婚之后 我在家中规规矩矩了几个月 恰逢春节将至 沈娘和大姐姐都很忙 我便处处帮忙 沈娘和大姐姐都很是惊讶 觉得我一个小丫头 上手未免快了些 倒是我跟着大姐姐 学到很多经营的技巧 年前为家送了些年货来 是卫生送来的 大姐姐与她见了面 又细心安排了回礼 我颇感安慰 忙忙碌碌中 我回家的第一个新年 便在温暖热闹中度过了 然后我依旧在家 或替姐姐分忧 或做一些女儿家的小玩意 甚是有趣 同龄人中指 卫衡与我往来密切些 一个月与他见一两次 惹得卫衡常说我变了 倒是卫家长辈 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满意 我不求他们 因为我高看姐姐 只不要因为我低看姐姐 就足够了 转眼到了上司节 京城少年男女的心思都动了 卫生早早就约了我们出去踏青 美其名曰 要领着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去玩耍 但大家都知道她的心思 大姐姐却担心笑七位过 这是出门惹人闲话 最后是卫衡的母亲派人来传话 说谁要是敢传她未来媳妇的闲话 就让那人去找她传去 最可能在意的卫家都不在意 大姐姐便准备起来 上司节虽不算特别重大的节日 可少年男女最为重视 连学院都放假了 到那日 大哥哥 二哥哥 大姐姐 我和小弟都上了马车 半路遇到来接我们的卫家马车 便接半网青河河畔去 我悄悄掀开帘子 雾气轻薄 隐约有水墨般血液的花 重重叠叠 大姐姐 何书画回马车拿姐姐的花篮 可是 我家马车旁却有个不速之客 还是我的救时 少女装扮的王姨娘 扑闪着大眼睛朝我座衣 姐姐救我 我始终记得 上一世临终时她来看我的情分 你遇到了什么 怎么就 芷霄叫我在姐姐车上躲一躲 一会儿徐二公子过来 你说没看到我就可以 我直指马车 示意她自便 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急匆匆上了马车 片刻后 徐灿领着一个小丝匆忙走来 看到我 装不作样地行了个礼 原来是我的前未婚妻 你离我远一些 当心我吐到你身上 什么意思 我今日不大舒服 看不得恶心的人 听不得恶心的话 若是不小心看了听了 就想吐 耳边听到车里的人 发出极低的轻笑 我装作无意地拍了车窗一下 里面安静了 徐灿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 怒气冲冲地说 你别得意 没了我 我看你能找到什么好人家 我的姻缘 你费什么心 哼 我且问你 可曾看到一个大眼睛的姑娘 徐二公子这话问得古怪 莫不是又想祸害哪家姑娘 这可使不得 赵姑娘还在府中等你呢 徐灿眼神一变 算我多此疑问 告辞 前世的王姨娘 这一世的王若曦 从马车上下来 郑重道谢 多谢姑娘 顺手为之 不必言谢 不知道姑娘怎么得罪了徐二公子 可需要我差人送你回家 不必 若不是我无意中和家人走散 也不会倒霉 遇到那浪荡子 她是什么东西 竟跟我说我姿色尚可 可做她的妾事 真是糊涂的紧 想来真是惊险 若是被她缠上 这里人这么多 我真是有嘴也说不清 只能嫁她为妾了 我恍然大悟 前世王姨娘和我斗了半辈子 但始终有种默契 并不互相杀手 我不在意徐灿后 更是发现 王姨娘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 在意徐灿 我们斗着斗着 到斗出点默契来 原来她嫁给徐灿 竟是被徐灿设计了 不如这样 她不知为何 对我也不设访 不到片刻时间 她已将自己的家底 交代了个清楚 这些我前世就知道 王若曦的父亲 是一个无品官 家中有一子一女 女儿就是王若曦 从小如珠如宝地长大 养成个热情开朗的性子 前世本可以嫁个 门当户对的人 做正头娘子 遇上徐灿 只能无声无息进了侯府 思索间 王若曦已说起了 自己的雄心壮志 我娘太子给我相看了 可我不想嫁人 嫁了人就不自在了 太没意思了 男人可以出门喝茶 看戏 女人就只能在 自己的院子里做针线 想看戏 还得请进府里 真是苦也 妹妹所言有理 当真 我娘给了我一些银钱 让我学做生意 将来好经营嫁妆 我就想养个戏班子 专门接待女客 我震惊地停下脚步 这可和我的想法 有些不谋而合了 王若曦见我停下脚步 低声说 我娘也说 我这想法惊是害俗 真要开了 哪有女子敢去 我说 不 我与妹妹的想法相似 关门接待是家女子 想来生意不差 姐姐这想法很好 若真开了 妹妹一定去捧场 等等 姐姐和我说是不是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 妹妹见笑了 我家中并会支持我 只是我也不能给家里 增添太大的负担 妹妹若是能加入 自食再好不过 大姐姐恐怕是不愿意 我经商的 开女子茶妆 也确实有些惊世害俗 思来想去 大姐姐应该会抱着 让我吸取教训的想法 给我些金钱 再多就没有了 可是 做生意哪有不用钱的 这几日我正发愁 没想到就遇上王若曦 如此第一家茶妆 应当能开起来 姐姐说哪里话 我求之不得 我喜不自胜 和她细细说来 前世我在院中等死时 曾有一段时间 很羡慕许餐 她不但可以随时出门 便是出门也有很多去处 她可以在酒楼和同窗聚餐 可以去茶妆 与人附庸风雅 甚至可以去花楼喝花酒 而我却只能困在后院 即便出去 也无处可去 如今我重生了 我想创办一个 只有女子能去的地方 让她们在需要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喝茶 说话 偷得扶生半日闲 如大姐姐一般 掌管家中前务的女子 出门办事 也需要有个地方 生应该不会差 我也可以将这个作为营生 养活自己 我还想将茶妆 开遍五湖四海 让全天下女子 都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王若曦听得眼神发亮 连连赞同 是急 是急 谁说女子的生意 只能做水粉首饰 茶妆亦可行 谁说女子只能在家中待着 我们偏要给女子 一个走出去的地方 此乃天大的好事 我们又聊了几句 说好回家后戏说 便到了河畔 我和王若曦道别 提着花篮给了姐姐 自重生以来 我心中隐隐的大事 有了实现的可能 心下放松许多 随着家人灌着手足 服系除恶后 便饶有兴趣地看起人群来 这一看 倒叫我看到一个人 前世的闲散王爷 九王爷宵紧 如今还是九皇子 这位王爷 前世一生未娶 当真闲散一生 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游山玩水 京中都爱四方大院 为他把自己的府邸 小锦似是感觉到我的注视 朝我微微汗手 我也大放毁力 大姐姐与卫生单独离开许久 带我们回家时 大姐姐头上 已然插着一朵勺药 我怕大姐姐害羞 假装没看到 心中却很欣喜 愿今生大姐姐一生安康幸福 回家第二日 王若曦的帖子就送到了 她将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她母亲 她母亲并未阻拦 虽觉得有些出格 但小女儿家爱玩也说得过去 只让她先把第一家店开起来 银钱自有家中支持 我听了大卫开心 与王若曦商定后 回家便和大姐姐说了 大姐姐听了 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 才感慨到 妹妹长大了 要做前任没有做过的事了 我急了 大姐姐 前任没做过 可不能代表我们也做不成 我想过了 女子也有出门的需求 只是以往没有一个这样的去处 只能去寺庙或者在家中会友 你前些日子不是说 做事多有不便吗 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盛事就方便多了 别着急 我定是支持你的 这是做成了 对女子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我经营只为金黄俗物 你却是为了女子谋福祉 我远不如你啊 大姐姐这是说什么话 这家若是没有你 早已经家 不是家了 且家中虽不险 但我知道 如今我们家比爹娘在时还要富有 只是姐姐聪慧 将这些都藏在暗处 不叫人惦记罢了 我那边还只是个想法 能不能呈伤未可治 大姐姐笑起来 相信姐姐的眼光 这是八成可行 我再给你个有经验的掌柜 我心花怒放 有大姐姐这话 我放心多了 我和王若曦开始为茶装做准备 大姐姐安排的掌柜 十分懂行情 提了很多重要的建议 新店选在京城女子城区的街市 是一个二层木楼 在一个很大的后院 我找人画了图纸 直往女子喜好的雅致上修起 后院装饰些女子喜欢的植物 鞦韆 盖了几间厢房 作为女子投壶 打筒子 弹琴的场所 一楼接待寻常女子 二楼接待官换世家女子 后院便是女子竞技私动的去处了 为访有人暗中破坏 我们虽忙 但形势非常低调 事已我忙了几个月 准备开业时仍没什么人知晓 我和王若曦又花了些时间 做了几套花签 我们合力办了一场赏花宴 就在茶庄二楼举办 魏恒 大姐姐 母族的表姐妹们都来给我捧场子 还有些平日走动不平凡 但也有些走动的归秀 因为父亲的关系 如今我还请得来 茶师是我费了些周章才重金请来的 前世便听说她一态写一优雅 不疾不徐 极意令人不知不觉沉醉进去 如今见了果真不虚 恰似临间鸟鸟青烟 翠鸟青鸣 西水环绕 有一女子 清点茶墨 杯底建成一朵绿色木槿花 再作一果仁 这花变成了 注入新竹的山泉水 水雾缭绕 茶香四溢 恍然如画 这一首露影春美极雅极 有人小声呼气 像是怕惊了这场表演 身着淡绿 月牙白衣裳的侍女端上花茶 每人面前放一杯 接着便是女子最爱的点心 蜜剑 阴正是秋季 室内摆放着菊花 木槿花 月季 蝴蝶兰 花香席人 琴声如流水响起 瓢瓢我心 茶庄的窗户朝街一侧 开得小而雅致 以免临街的男子 看了又要多眼 但朝小院内侧的窗户 都开得大而宽阔 用来观景再好不过了 院内也不知满花草 端地是乱花见玉迷人眼 我还特意借了表姐家的波斯猫 此时正在花丛中酣睡 终于有贵女开始小声议论 不知是谁的手笔 这景之夜太好了 岂只是景 这屋内的陈设 这茶艺表演 这表演茶艺的人 便是这侍女的衣裳 都清雅极了 我却夺爱这窗 春 夏 秋日赏花 冬日观雪 美得很 还不必与父兄在一起 不必带蜜离 真是自在 今后姐妹们小聚也有了去处 是急 以往出门总要家中兄弟相陪 如今可不用了 大姐姐摇摇对我点头 她是在告诉我 茶庄 成了 我和王若曦对视一眼 都欢喜一场 赏花宴结束后一询 茶庄正式开业 茶庄生意兴隆 每日慕名前来的闺秀 成了茶庄最好的招牌 那日参加赏花宴的闺秀 都得了三支花签 上面盖了茶庄的印章 凭盖章的花签消费 可减价三成 茶庄的生意可谓日进抖金 可随之而来的诋毁声音也出现了 顽固不化的人说 我们做的生意伤风败俗 还有人说我先被退婚 又来抛头露面做生意 婚事怕是要艰难了 除了没有退过婚 王若曦面临和我一样的流言 但她并不惧怕 我也是一样 这些在我们决心开茶庄之前 就已经想到了 大姐姐忧心我的婚事 几番欲言又止 我不愿大姐姐为我的事老神 跟她说 大姐姐不必忧心 姻缘于我而言 并不是一定要去做的事 大姐姐大惊 你竟如此不看好姻缘 我摇摇头 说不是 我并非不愿意成亲 只是若遇不到良人 那成亲后两两相艳 倒不如一人洒脱 但若遇到良人 我亦愿意是 比如大姐姐遇到魏大哥 就是良人 我遇到徐灿 便不是良人 大姐姐拍了我一巴掌 小丫头 便排起姐姐了 说完又感慨 妹妹看得通透 既如此 那便等着吧 若只是传传流言道罢了 若有其他事端 我们也需早做准备 茶庄的流言一出 姐姐表面上稳坐掉鱼台 但还是忙起来了 听闻这个消息 姐姐终于不再维持 中去湖八市 看更多日淡然的神色 而是眼睛一亮 满是期待的说 来了 京城官宦士族 都在观望窦 王两家的反应 但窦 王两家并未出现任何反应 两日后 听闻圣上将那阎官 叫入御书房生斥 叫他别总盯着 贵格女子的事 肃清励志 才是阎官的职责 这话并不好听 那阎官尾时丢了些脸面 原先背着折子的阎官 立时缩了回去 这日午饭后 宫里来了一位公公 我和王若曦都被端飞召见了 这倒在我们意料之中 刘延府一出现 大姐姐与我便借着上香 见了王若曦的母亲 商定了如何行事 其中就有若阎官插手 便请端飞出面的约定 端飞是宫中最为 不按世俗行事之人 我们开的茶庄 其他妃嫔或许不以为然 端飞却避讳支持 窦家如今朝中无人 便由王家出面 窦家出钱 姐姐托人从南洋 寻了一些有趣的新奇玩意儿 送到宫中 端飞听闻后 果真硬了 于是就有了 身上身赤言官的事 一要进宫 姐姐对我不慎放心 寻了出宫荣养的老魔魔 教我宫中的规矩禁忌 我不忍服了她的好意 做出认真学习的模样 我前世是侯府二夫人 自是有机会进宫 对宫中礼仪了然于凶 带入宫后 我紧记前世经历 紧紧跟着侍女 去了端飞的寝宫 王若曦到底还是个小姑娘 有些紧张 我低声说 别怕 将贵妃娘娘 当做你的长辈般敬重就好 王若曦低声应了 随我进去大礼拜见 等我二人拜完 贵妃娘娘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起来吧 小姑娘家家 见了本宫男都不紧张 快赐座 侍女拿来凳子 我和王若曦一次落座 都低着头 不敢看端飞 端飞笑着打量我们 问道 开一个直接带女子的茶妆 这主意是你们自己的 王若曦答道 回娘娘 是一姐姐的主意 臣女只是觉得 这主意甚好 便参与了 端飞朝我笑道 看来你就是一姐了 你来说说哪来的主意 我早已想好说辞 回娘娘 说来惭愧 臣女自小反骨 总想着做一些 和别人不同的事 幼时就很想去茶馆乔乔 奈何母亲不允 长大些就想着 如果有一些地方女子 接客放心去 那多好 如今长大了 便想试试 臣女不才 想给女子办一个去处 好 这天下 女子为何不可去 你想给女子一个去处 那我便给女子一个机会 有本宫在一日 你们尽可施围 我和王若曦同时起身行礼 多谢娘娘 本宫有赏 你们可有什么想要的 我拉着王若曦跪下 只求娘娘一服莫保 倒是个机灵的小姑娘 本宫允了 将来可要长进宫和本宫说说话 我也想看看 你们能将这天下女子的去处 开到哪里 端飞又和我们闲话了几句 便让公公送我们出宫 走了不多时 墙角处转过来一人 那人眉眼风流 紫衣满袍 不乏慵懒 是萧锦 年前她正式封王 如今已是九王了 我们停下脚步行礼 九王驻足 似是看了我们一瞬 摁了一声 把腿走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等出了宫 王若曦小声说 姐姐小心了 我桥内九王 方才像是在看姐姐 听我娘说 端飞正为了九王的婚事筹谋 多谢妹妹 王若曦的话留了余地 我若是被九王瞧上了 以我的家事 怕是最好的结果 也就是侧妃 可是九王会看上我吗 我不觉得 但以我对王若曦的了解 她不会乱说 多思无意 便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吧 孝妻已过 魏家来了几次 与叔父和沈娘 重新定了迎亲的日子 大姐姐的婚期 定在来年春季 正式春围放榜后不久 大哥个明年参加春围 若能终举 那与豆家来说 真是双喜临门的好事 如今已是冬季 何家都忙了起来 沈娘捏着嫁妆单子 生怕鞋少了 让魏家嫌弃 大姐姐劝她 沈娘不必如此 案例即可 沈娘正色道 那可不行 这也是你叔父的意思 豆家产业 本就该分给你们姐弟三个 何况大部分 是你一人赚来的 我们做长辈的 沾碗辈的光 已经是无能 怎么能在这上面 克扣你的 沈娘此言诧异 莫说二哥哥帮我许多 便是父亲 也未曾与叔父分假 怎能说豆家的产业 都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呢 我做的生意 若没有叔父的官微 还不知要惹多少麻烦 沈娘还要再说 大姐姐继续道 大哥哥明年春围后 也要娶亲了 叔父一直等得缺 眼见着也有了指望 家中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沈娘莫要与我客气 沈娘无奈叹息 夜间一家人聚在一处 又说起了此事 最后还是大哥哥想出一个办法 将爹娘还在时的家产 充做家族产业 大姐姐赚来的 拿出三成 依旧充做家族产业 其余七成分给我们姐弟 大姐姐和我出嫁时 带走一部分 剩下的都是小弟的私产 暂时仍交由二哥哥打理 至于我那茶庄 名义上是中共出的钱 但事实上是归我的 二哥哥喜急 大妹妹 你且等我几年 并不输你如今的成就 小弟也遇到 几年后 大姐姐定是更加厉害 二哥哥还是要输 还有二姐姐呢 二姐姐的茶庄 将来要开到全天下的 二哥哥恼怒道 小皮猴 你看我明天还你带唐人布 说吧 二哥哥又洋装恼怒的 看我和大姐姐 瞧瞧你们两个 别人家女子都靠男子养 你们倒是好得很 叫我们这座哥哥的 怎么办才好 大哥哥又接话 非也 明年我若得重进士 也能出一份力气 二哥哥又去找 大哥哥的晦气 我瞧见沈娘眼角似 有水光 悄悄挽起她的胳膊 沈娘可是高兴哭了 沈娘看了眼笑的 合不拢嘴的叔父 轻声说 就是觉得 我们家比旁人有福气 我们都是有福之人 沈娘放心 我们家定是要繁华似锦 还要其乐融融 我将头靠在她肩上 心想 前世怎么就非要 正大撒瓜俩早的呢 现在这样多好 时光飞逝 转眼就到了 大哥哥考试的日子 如前世一般 连续十几天 风和日丽 我们既期待 又忧心 直到大哥哥出考场那日 全家去接 看到一项 重视仪表的大哥哥 棚头共面的模样 一家人齐齐笑出了声 大姐姐的婚期 也紧锣蜜鼓地开始了 于是 人人又忙碌起来 等到放榜那日 小厮回来报喜 我们都真心祝贺大哥哥 也都知道 窦家出了一个近视 便是在这京城 观患人家中 再次扎稳了歌 沈娘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办了一个小宴 只我们几个家人 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也不拘离 说了许久的话才散去 一寻后 大姐姐出嫁 我在室内陪着大姐姐 外面闹哄哄的 有些不真实 大姐姐握着我的手 柔和地说 从前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现在倒没有了 今后只盼望你珍重自己 忽悠又递 我笑道 大姐姐 我对自己再好没有了 你放心 大姐姐笑着拍我 没个正行 沈娘手下的嬷嬷进门 大姑娘 来人了 大姐姐站起来 眼中泪光一闪 就落下泪来 笑着说 姐姐真是舍不得你们 我心下一酸 抢笑道 大姐姐莫哭 回头姐夫一先盖头 看到一脸哭晕的胭脂水粉 可被吓晕过去 大姐姐破涕微笑 起身跟着洗娘往外走 大哥哥在外面等着 背着她出门 我擦干眼泪 站在人群中 只觉得人生圆满了 大姐姐出嫁后 大哥哥的婚事也提上日程 我也忙碌起来 既帮着沈娘理事 又要看顾茶庄 端飞明白我要什么 赏的笔墨 只有四个字询系茶庄 我拖了当作店名 有这四个字在 再有人想给我找不痛快 便要掂量掂量 如今茶庄生意非常好 我准备在南边方式开第二家店 已经看中一个门面 只是东家有些奇怪 偏要见我一面 才愿签下契约 我今日便要去挥挥东家 到了那东家指定的地方 不止导演风雅 只是那人我万万没想到 眉眼风流 姿态慵懒 笑容和煦 正是九王爷萧锦 我坐下 皱眉等她开口 看来姑娘已然知晓 我想说什么 她并未自称本王 龙子龙孙 但凡李贤下事 必是有所求 小女子不知 还请王爷名言 萧锦勾唇一笑 倒了一杯茶推到我面前 我想娶你 你可愿意 我万没想到她能如此名言 推托到婚姻大事 还应长辈做主 诚然 重生一事 我并没有绝不嫁人的打算 但也没有必须嫁人的打算 萧锦是不是良人 也不好说 那可怎么是好 我既不想用我的长辈逼你 也不希望你用你的长辈堂塑我 我张张嘴 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竟然这萧锦如此直接 不如我也直接一些为好 我窦家女儿不为妾 既说了是娶你 就是妻 她确实说的是娶我 那不知道王爷为何要娶我 一见钟情 我怒道 王爷还请说实话 萧锦笑了笑 说实话 怎么还不信呢 上四节一见 仅对姑娘有些心动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 只是我在暗处 姑娘不知道而已 便觉得姑娘形势 自有一番洒脱 与寻常闺秀不同 我与其他王爷不同 我对权势并不热衷 只爱游山玩水 享受人生乐事 其他的闺秀跟着我 怕是要委屈了 但若是你 或许你会愿意和我同去 我说的都是实话 姑娘可在想想 因为前世的记忆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话 甚至我今生不愿轻易 被婚姻束缚 也有游遍山水的想法 只是如果因此 就应允了一桩婚事 那未免太草率了 不必了 感谢王爷抬爱 只是小女子治不在此 萧锦举起一杯茶 不急不许地抿了一口 叹息道 看来还是我的诚意不够 也罢 且看来日吧 不如我们先谈谈这件的契约 我顿时来了精神 那日 我还是和萧锦签了契约 无他 那出门面的位置 委是太适合了 只是从那之后 我时常遇到萧锦 他倒也没有旁的举动 只是仅仅存在着 网络细问我的意思 我只说 当他是个寻常朋友即可 家中有大哥哥的婚事 外面茶妆要开分号 我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 端飞听闻后 又照我进宫说了会儿话 话里话外 都在不着痕迹的夸小警 我恭敬地对答 却不敢表态 大哥哥婚后 沈娘见我确实懂得理事 便不再拘着我 转而去教导大嫂了 我闲了一些 便想着开一家女子酒楼 因早有这个想法 这些年参加宴请时 我特意观察了 许多女子对菜色的偏好 还可以杯些甜酒 蜜水 应当是受欢迎的 如此 茶庄与酒楼一栋一镜 女子外出谈试 也有更多选择 这日我正在家中盘算 书华进来说 二小姐 大少奶奶刚才前人来说 大姑奶奶有身孕了 可要去看看 按照卫家谨慎的习惯 应是满了三个月 才任人来通知的 我忙站起来 走 去看看大姐姐 出了门迎面遇上大嫂 见了我便笑 你瞧 我来之前才和娘说你听了 保准要去喂假 我也笑道 嫂嫂神机妙算 想避车也给我备好了 叫你说中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 娘还备了些东西 都给大妹妹带过去 这次仓促 下次我们多带血 我硬了 和嫂嫂边说话边走 到了门口 听到一个几乎被我遗忘的声音 新衣妹妹 是徐灿的声音 她迎面而来 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大嫂正要出声 我按住她的手摇摇头 徐灿名声一会 还是不招惹为妙 新衣妹妹 我知错了 请沈娘前人去徐府说一声 你们出路可小心点 别碰到徐二公子 徐二公子身交若贵 我们赔不起 我了解徐灿 她这一出婚招 应该不是徐家的意思 徐家丢不起这个脸 小丝硬了 往里面传话去了 我和大嫂上了车 徐灿倒也没起来 只跪在原地哀求 新衣妹妹 我不去理她 我和大嫂说了些话 魏家变道了 大姐姐容光焕发 笑容满面的来迎我们 是过得很好的女子才有的模样 大嫂嫁到魏家虽没多久 但为人真诚 也是真心为大姐姐高兴 问了好些问题 我在中间插科打混 大姐姐很是开心 不知不觉半日过去 我们也告辞了 回家后 发现徐灿已经不在门口了 书华悄悄告诉我 徐家的人还没到 萧锦的人就到了 他们行事没有顾忌 将徐灿抬上马车 全须全意送回了徐家 不知道萧锦的人和徐家说了什么 徐家当晚就派人来赔罪 保证再不会打扰我 我听闻后只是笑笑 并不在意 徐灿只是徐灿罢了 昭哥夜闲 前路璀璨 我的人生好着呢 翻外时光如跑马而过 豆家这些年人丁兴旺 大哥哥给家中添了两个儿子 二哥哥有一二一女 叔父官生一级 成了正经的五品金官 大哥哥是从六品 正在外放 等明年数之后 当可生为六品 大姐姐生了二二一女 将为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身得婆家敬重 她自己的私产一身是雄厚 二哥哥得大姐姐亲自教导 深安怀避其罪的道理 经营起来也是低调的很 豆家在京中并不显山露水 只是豆家的产业若说出来 恐令人震惊 小弟已高中状元 进了汉林院 将来前途无量 与大哥哥为家一起互为帮扶 官途也算顺畅 王若西也嫁了人 夫婿是自家表哥 对她很是纵容 徐灿也成了好几个女子的夫君 听闻她还是取了诏卷 只是隔年就添了几个妾室 夫妇不睦 妻妾不和 这两年鸡飞狗跳 时常出现在京城人家 茶余饭后的闲聊里 我的茶庄真的开遍了天下 我还有一些其他 专为女子办的铺子 开在各地的都有 只是都没有茶庄的影响力大 这也是我刻意为之的结果 树大招风 我的树只要茶庄一家即可 多则一满 这些年 很多人模仿我 像我一样的铺子开了不少 虽都不如我的影响力大 但也为天下女子 提供了更多选择 我做的事 在前一幕化的影响着很多人 很多人会慢慢发现 后院太小 不值得争抢 茶庄里正有几个女子 嬉笑打闹 看发际 已是妇人 我看着她们 不由想起前世的自己 若是前世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或许我会好过许多 今生我给了豆家交代 给了前世的自己交代 我还差给今生的自己一个交代 我想去外面走走 去看看春日的樱桃花 夏天的绿树流水 秋天的避空落叶 冬天的踏雪寻眉 我想着便做了 女子出门风气虽日盛 但出远门还需要细细谋划 这一谋划 我不说话 策马上 她很快追上 大声问我 豆心意 我心愿你 我想娶你 你可愿意 我回头看她 追上我再说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